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块 我昨天从市面上买回来的一块 墨西沙藏口的一块料子 当时它是抛过我光了 然后有一丝的那个红匪 当时我就把它拿回来给切了 切了一块以后 效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一些 红匪渗透过去了 贯穿过去了 现在我的脑子里面 也有一个初步的构思和想法 我想做一个那个春节嘛 做一个新的题材 做一个那个试试平安 一大一小的狮子 把红色的那个红匪 我做一个绣球 然后多余的部分 我用挑戴给它衔接起来 大概的初步的那个设计图子 可能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先去设计一下 画一下 然后就开始开工 红色的我做了一个绣球 然后把多余的部分 我做了一个飘带 给它绳接过来 到时候都封面 光穿的都是一个样 然后上面的小狮子 我做一个回头 然后弦住这个绣球 一个脚踢着这个绣球 这个绣球如果到时候 后期如果程度不够的话 我会把它做成 镂空的那种绣球 这个到后期再地 然后尾巴上面这里 小的狮子尾巴 我这里到时候会打一个眼 做挂肩挂的时候 下面的大狮子也是 就是顶着回头顶着这个绣球 然后大部分的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还有就是做两个力度的脚 下面白色的 我们用那个云彩来衔接 然后大开的设计 就是初搞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准备开工 狼青花一场 有过往 只剩花剑之梦 寂寞花月一样 相望 是我在作多情中 情深已不动 真憔悴 消散烟雨中 这个一点都没有毛病 你看一下 肿水 整体细节我们都做得好了 今天我们准备 还细工了 准备修光了 还有这个特别强调的 这个绣球的红色的 我们可能下一步 要计划做镂空 里面全部把它镂空贯穿掉 大家期待着这个成品的效果吧 还记得另外一片的那个料子吗 昨天的 灵干了 想做另外一半了 大开也规划了一下 我们想做那个 现在换一个思路 做两只 经常一大一小 把红色的做那个聚宝盘 红色的边边缘贯穿了 这个肯定是贯穿了 贯穿的地方做一点 珠子元宝 大开的设计就这样子 我们今天准备动工 就接着开工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谈心 蓝青花一场 有过往 只剩花剑翅膀 寂寞花鸳鸯 是我们短暖的相逢 是我们短暖的相逢 缠绵绵 绽线绵 绽线 绽线泪飘落巷口中 摇摇听风声 心痛 回忆牵在残月中 潮丝很安生 难重逢 沉醉痴神梦 这两件作品我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 我是预调师陈芬 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 一个难得去评价了雕刻师而已 记得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予订阅